Hello,可以回到Store CCO Channel的朋友们,大家好 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还好吗? 首先在这里,SARS要祝福大家,龙年吉祥,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个年份当中,顺心如意,心想事成 拥有最美好的能量,一起运势,来吸引我们龙年的好运 祝福大家在这个年度当中,拥有更好的突破,更好的运势 来体验我们三维世界的人生 今天我们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为了我们即将到来的情人节 Valentine's Day来看一下,情人节他要向你告白 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样的人要向我们告白 然后他有什么样的话要传递给我们 这当中有什么样的讯息以及能量 当然这个向我们告白的人可以是我们身边的爱人 可以是我们周边的正在关注我们的人 或者说他是一个旧人,也有可能他是我们的指导灵以及祖先 而在今天的占卜当中呢,我们这个告白对象的选项是打开的 所以卡牌当中的讯息都会直接传递给大家 也希望在这特别的一日,首先是跟大家相互陪伴 来度过这美丽的有美好震动的一天 再者就是宇宙希望传递给大家的讯息就是 我们要更集中能量去爱我们自己 那在爱我们自己的每一天当中,我们都是在有情人节的氛围 在度过属于我们的情人节 当然了,如果我们打算打开新轮去吸引 以及去体验美好的关系,健康的关系的话 也可以在这一日打开我们的能量场对宇宙进行许愿 这个显化会以更快的速度来到我们的人生当中 因此在这里呢,首先是祝福大家 再者就是鼓励大家,以最好的方式来迎接我们自己 以及跟我们可以相互陪伴的人 宇宙永远都是我们的Valentine 因为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灵魂,你们的存在是如此的美好 在这里再一次将宇宙的祝福送给大家 同时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 在这里也要带给大家好消息 我们的线上商店Starsisor Store当中 已经更新了我们的疗愈原始套装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可能我们偶尔会面临的负面的能量 以及我们能量的疲惫,我们能量的进化的需求 有可能会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在新年来临之际呢 Starsis也将这个原始疗愈套装当作新年的大理送给大家 那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跟大家有更多的连结 希望可以保护到大家能量的同时 也可以跟大家共同的成长 大家可以在下方的说明栏当中进入我们的线上商店 以及关注我们Starsisor Store的IG、Instagram 希望跟大家时时刻刻都有更美好的连结 非常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和喜爱 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 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选排之前的冥想部分 我们今天呢,由于Starsis在旅程当中啊 我们的工具,我们的道具有可能会简单一些 我们也通过声音振动的方式来帮助大家进行进化和连结 那今天呢,我们要聆听的声音是音叉的振动 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 或在安全的状况底下闭上双眼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 我们近日的影响部分就完成了 我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挑战一下当下我们的明昂频率状态 平静以及平稳我们的呼吸 来感受我们面前的从左到右三副组牌 大家可以缓缓地睁开双眼 来看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三张卡牌 今天我们要起来看的主题呢 是情人节他要向你告白 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人 好,他和我们的连结是什么样的 他要给我们一份怎样的告白呢 今天我们的选项呢 是我们投掷一下这个Astradise 我们的真心投资啊 然后来帮助大家进行一下连结 好 感受一下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 好,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 参照的符号是金星 一个像是狐眼石一般金棕色的金星符号 这是我们第二副组牌的参照符号 好,我们最后边第三副组牌 好 一号 蓝紫色的数字一号 送给大家 大家可以凭借第一直觉来进行感应 感受和连结 也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这个占星投资和我们的卡牌之间 形成的这个能量的共振 以及他们整体的画风 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的能量最吻合 以及想要触碰和翻开的 哪一副组牌就是对应大家能量的卡牌了 当然如果有多个对象或说对于多组有感应的朋友们 你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 来打开来听取一下 这当中有可能有宇宙需要你听到的讯息 根据我们的第一直觉就没错了 最后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 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 选到我们这座边第一副组牌 一颗巨蟹符号的朋友们 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 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情人节 他要向你告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要向我们告白的人或者灵魂 他是谁 有什么样的特质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告白的内容是什么 最后呢 宇宙也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一记真影 希望可以帮上前来这次影片的朋友们 第一组的朋友们 好 首先看一下对于我们的巨蟹符号 第一组的朋友们 我们的整体能量是什么样的 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 他要向你告白 我们看到的是21号 Tiny Trumps 好 精致的 微小的 伟大的胜利 开旋 首先第一副牌的朋友啊 在这个人的眼中 你曾经颠覆过他的认知了 你有可能会漫不经心的 优雅的 或者说 你自顾自的啊 闭门造车的 过着你的生活 或做着你的事情 但是其实在过了一个阶段 以及在他的观察当中 你会让他有一点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 你在成长 你在变化 并且你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成就 或者说蜕变 他在被你的这一个特征所吸引 第二点就是你和他有一种飞鸟和鱼或者飞鸟和鼠的关系啊 有可能你们之间是在不同的这个世界不同的界面啊 你们之间有可能有一种背景环境和生活的状态相去甚远的感觉 而你们之间又是有所连接的 我们看到手拉手连接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能量啊 我看到这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人或者消息 再者就是通过了一个阶段的成长和成熟 你已经仿佛超越了他的存在战胜了他 我看到这个人在心中有对你的一种挂念关注 还有就是一种观察 这个观察我觉得他并不是出自于善意或者恶意的 更多的是一种关注和关照以及提亮 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 其实你们是有一种想要让自己蜕变和 甚至转变外在的形象 转变你们的个人状态重新展现在他眼中 你们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有过这样的发愿 而这个发愿在当下是完成的 并且我认为这个人在内心当中不管有没有真正的向你告白过 或真正来联络过你 他是希望去传递到这样的声音的 我在关注你 然后你在慢慢的在我的眼中发生着蜕变和改变 他能够看到啊你正在燃烧的 可以说是对于未来的期望期待愿景和野心 并且他是非常赞赏你的 我认为你们两个人有可能会来自不同的文化环境 或有着不同的语言 再者就是其实你们的相遇有可能是一种奇迹 有可能是突然擦出了火花 或者说突然的来到你们生命当中的意外 我看到在这个人的眼中呢 他正在用其他的或者说更高维度的啊 其他的一个角度来看待你 他首先非常欣赏你 再者就是你在他眼中其实是有一种 别样的气质气势 或者说对于这个生活生命和宇宙的态度 这是他在内心当中非常惊讶 亚裔以及惊艳的 嗯 这是第一张牌我们看一下 我们抽了两张 那这个副牌在告诉我们什么 第二张呢 我们抽的是Liberty 很可爱的一张卡牌啊 象征着自由 有着风的能量在这当中 所以呢 第一副牌的有可能 一些朋友是风向 一些朋友是土向啊 但是星座只是一个参照 首先在他眼中啊 你是拥有一种自由的 还有就是你有可能会 多多少少的对于未来有一些隐忧 而这个人他在提醒你的就是 你的忧虑 你眼前的一些障碍阻碍等等呢 其实只是一个障碍法罢了 他看到你拥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穿越一切 并且这个人生和这个宇宙当中 你是自由且自主的 他在他眼中你是一个造梦者啊 并且这个人他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白鸽 Messenger啊 传递信息的人 这边我们看到是黑色的乌鸦 这两个呢 其实都是啊 他的能量 他的注意力围绕在你身边 围绕在你左右的一个很好的证明和证实 因此呢 在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这边啊 我看到这个人 他其实有可能是会 透过网路啊 经常去观察你 了解你的 并且他有可能呢 希望啊 在看不见的地方 为你排有解难 并且他在关注和观察着 你生活当中的种种改变 虽然说在第一副组牌朋友眼中 有可能你的前路 或者说你一直以来走过来的 这个旅途 他是多少有点孤独的 但其实这也是你在追求的自由啊 这个人心中 其实对于你有一种羡慕 艳羡和仰慕 还有就是你们之间在沟通上 有可能隔着一些什么 哪怕如果有这个沟通的方式 比如说有这个简讯可以发 有这个社交媒体在相互关注 有可能他也会是一种暗中观察的感觉 很少去完全吐露出他的心声 因为在这个人眼中 首先是你可以做得更好 再者就是 他会很怕打扰到你 以及有可能他希望的是 有一种在远方默默祝你好的感觉 嗯 这两张卡牌连接数都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啊 我们看到2和21号两个数字在这当中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抽牌吧 看一下我们Terra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像我们告白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灵魂呢 嗯 特别的朋友 他是你的指导灵啊 你的指导灵是有小鸟啊 有这种带着翅膀的元素的灵魂 好吗 嗯 你这边我是你的大天使 我们看一下 这个像你告白的人或灵魂 他的信息 他的能量状态是怎么样的 我们连接一下对方 好 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 Temperance Irreverse 逆味的劫持牌 我们继续来抽牌看一下哦 好 这边我们飞出来一张 Ace of Source 宝剑一号 哎 这边有一张 Ten of Wands 权杖的十号 我们这边飞出来的是 Paid of Source 宝剑的侍从牌 好 从这一张牌当中能够看到啊 嗯 有这个宝剑是从配宝剑皇后这样的能量 这些朋友你们是疯的家族的水瓶双子天瓶座 有些朋友是射手座以及图像星座会在这一组 嗯 我看到这个人啊 他是一个想的很多忧虑很多负担很多的人 再者就是他其实一直对于你是有关注的 你们之间有可能在之前因为一些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类似于一些朋友是异地 一些朋友有可能是 你们在人生的这个岔路口 有着不同的选择 有着不同的方向 有可能你们在某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因为人生的重大抉择而错过了 或者说这个人他怕跟你错过啊 始终没有走出一步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关注和关照着你 哎呦这样的人在你身边哦 第一副牌的朋友 我看到呢 这个人他如果是阳性能量的话 就很像是一个老父亲的感觉啊 当然他不是说完全是你的父亲的能量 这边是10 of wants page of source 也就是说他会为你担心 为你考虑考量很多 还有就他的人生里边有可能有很多需要他去 不停的思索 甚至是负担 甚至是责任等等 这个人是一个老灵魂 所以他呢 对待你 哪怕是一种爱慕的 哪怕是一种欣赏的 他也会有一种担忧的 或者说看着很很远的前途和前景去观察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嗯 这样的一种情感模式 那我认为这个人他现在的 更多的一种温柔 仿佛是不打扰 再者就是他心中的你其实是一个可以去经验到很多人的人 不管是你的人生抉择 还是你在做的一些大事小事 还是你在去整理的人生方向 他觉得你是非常经验的 你们其实是同样的灵魂方向的人 所以一些朋友他是你的灵魂伴侣 他是可以去和你之同道合 有着相同的人生感悟 人生体验 以及频率状态的人 是这样的人想要向你告白哦 所以第一部分首先是他一直在背后 关注着你 保护着你 再者就是 对方目前处在一个能量频率比较低迷的状况 有可能是压力比较大 生活的 事业的 还有就是这种哲学思考式的啊 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内在并不快乐的人 这个不快乐源于他的思想是比较深刻的 再者就是 在很多人生的经历当中 我们这边Clearify啊 抽到一张King of Bones 他有可能在当下呢 处在一个并不得志的状态啊 这个不得志不一定是完全事业上的不成功 有可能是挫败 有可能是消极 或者说在感情当中 他和你没有办法去修复某一个漏洞 某一个bug 所以一直他会摊在原地啊 我认为其实这个人他非常聪明 但是 稍显固执 或者说稍显 呃 模式化 就是他一旦去界定了他人生的一些 呃 想法 可以说三观啊 或者说价值观念 不太容易进行这个flexible 进行柔软的改变 跟你去相互融合 更多的他会以一种 观察者 保护者 理想主义的姿态 来看待任何的感情关系 如果是阴性能量 对方是女生的话 我认为对方是一个既欣赏你 爱你又希望自己可以在你的爱之外自由的人 所以如果你们的爱带给对方的是一种束缚 我相信他当下其实是在往处走的 这种走不是他的爱不留下你 他不爱你 不观察你 或者说不信任你啊 相反的 他希望你们两个人之间可以拥有空间去呼吸 去做自己的选择 我看到这个人 他曾经为了保护你 做过一些选择吧 做过一些决定 或者说他有可能和你之间相互去斩断过彼此 比如说我们不再联络了 我们去给这个关系一个closure啊 完全结束等等 不过其实在你们内心当中 永远都一个位置是给对方的 而且你们会去见证对方的成熟 成就 成功和荣耀 灵魂的深处啊 我认为这个人是你的灵魂家人 还有就是永远有你的位置 再者就是这个人对于你和对于他人生的思虑 是相对来讲比较 比较像是秋天的感觉啊 嗯 有一定的成熟度 但又缺乏真正的一种passion激情吧 或者说争取的欲望 有点影视的感觉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他要向我们告白什么 个别的朋友啊 这是生生世世守护你的指导灵和大天使 嗯 然后对你的保护欲望比较强 还有就是 呃 他们在内心当中肯定你和爱你 以及希望保护你 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比较 呃 用就宇宙的方式 他们是比较直接和教条的 啊 这个教条指的并不是三维的教条 而是他们会用宇宙的原则和方式 包括业力平衡的方式来守护你 也希望你在通过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去理解宇宙的方式 大约是这样的 嗯 我们看下这个告白的内容是什么 9的亡 2 of pentacles 6 of pentacles 金币六号 我们最后看一下的death死神牌 对于你的爱与关怀是非常热烈的 他看着你呢 走过了很多风景 历经了很多 可以说坎坷也好 贤族也罢 也在看着你不断的进行疗愈和完善 我认为在这个人的眼中啊 你其实是一个 首先独立 再者就是非常温柔 肯去给 肯去背负的人 所以你们之间仿佛总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可以重新拥有 这个缘分走到一起 连接到一起的 这告白内容啊 我们丁焉称大约士 穿越了千山万水 我也经历了个人的很多 魔力啊 甚至当中呢 有非常多的需要我去 进行断捨离 进行判断 我背负了非常多 但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我都希望有这个能量和能力 给予你更多 而不是相反的在你身上去获得太多的能量 宇宙呢 安排了我们在不同的可以说是时间或者或者是空间当中进行这一次历练 我们在这一世有非常沉重的客体啊 非常大的客体要去超越 但相信呢 生生世世世我们的连接远在这里 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一对哦 我们之前有位解决的问题 Temperance in reverse 有可能这也代表了我们的某一个不能疗愈的地方 有可能这也是我们灵魂上的伤疤和不完整的部分的体现 当我们去碰撞的时候 更多时候我们再选择相互去保持冷静 保持冷漠 给自己和对方以空间 我们仿佛见面的时间总是匆匆的 我们的相遇仿佛总是缺乏一些契机 但是在这一世里面我们也在去积攒这个缘分 为了让我们之间的这个契约和约定真正的达成 总有一天我们会 真正的reunion重新的连接在一起 因为死神牌代表了生生世世啊 我们就是一对 或者说一个就是你的灵魂恋人 有些朋友如果你是单身 或者说你只没有遇见这个人的话 或者说你再去查找和搜索你的记忆资料里面 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 那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 首先你有你灵魂当中真正的恋人 生生世世的啊 可以说是当你灵魂爆发的时候 通过了你个人的能量和个人的吸引力 去连接到的这个灵魂啊 他就是你灵魂的恋人 再者就是你们之间是有前世的一些 因缘的啊 因果的因 所以这个因果 缘分和当下的一些业力的平衡 需要你们在不同的 时空 我们指的时空是什么 有可能你们在不同的地方 你们在不同的时间点 在进行的属于你们的修行 但这个人他其实是奔向你的 你们之前仿佛错过了一些什么 但是这张告白书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 在当下 在此刻 我和你连接在一起 并且 我在朝着向你的目标 尽情的努力的奔赴着 有可能呢 因为我个人判断的失误走了很多弯路 但是不要担心 不管灵魂经历了什么样的蜕变 变化 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风景 到最后的结果都是 我们会走到一起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信息给到我们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你们是灵魂的家人 或者说你们是灵魂的恋人呢 所以我们看到啊 很多朋友你们是风的家族的 或者说你们来自于同样的 可以说是星球 可以说是灵魂的爆发地 因此呢 他和你有同样的归属和同样的追求 因此在这个同样的追求之上啊 比如说我们的追求都是事业上的突破 我们在哲学意味上 或者说人生修行的意味上有所突破 你们奔赴的目标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有可能在旅途当中 你们遇见了各种阻碍的因素 但是没有关系 首先这是你们啊 灵魂自由的选择来到这个3D世界 再者就是对于这个人来说 你永远都是他可以回家的地方 在你的身上 他永远都可以看到最本真的 最初的自己 还有就是你们本身就是一体的 因此如果你们当下 并没有完全连结在一起 在3D世界当中完全的 比如说是结合 或者说是沟通着啊 都没有关系 我看到这个人有可能在未来的10到12个月啊 一年啊 10个月到一年之间 重新的走向你的世界 如果是断联的朋友 或者是充满了误会的朋友啊 之前有可能因为工作 因为周围人的关系 因为你们的理念和当下追求的关系 有一个人曾经做过错的选择 这个人当下他理解了 并且后悔了 我认为在未来他会 冲破自己的这一关卡 或他的蜕变 来重新的走向你和连接你 这一组的复联 或者说联络的消息 是非常明确的 因此很多朋友 你们可以去期待 或者说你们可以去吸引 这样的一个事件 或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到来 我认为这个人在灵魂的层面 在选择你 紧接着有一些朋友啊 我看到这个人 他还有一个信息在告诉你 他在迷失 他在一些 三地世界当中的胜利 或者说一些 三地世界给予的恩惠啊 小恩小惠当中有点迷失 比如他是一个鞠躬自傲 有点骄傲的人 但是当下的他在上一个阶段 有可能是前三个月或半年当中 已经觉醒了 有可能他对于你的态度是傲慢的 是无理的 或者说不小心冲撞到了你 他在对你 say sorry 说抱歉 对于他来讲啊 你出现的时间 其实不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你带给他的讯息是非常重要的 有先见意义的 当他走过了那个阶段 再重新的回望 review 跟你的连结 和你的一些言语 他终于完全理解到了 这当中的内涵和深意是什么 我认为这个人在朝着 跟你相像的方向去走 所以他其实在模仿你 或他其实越是去想你 或者跟你连结 他的一些 潜意识或他的一些观念 价值观念等等 或者表意识里边 我们所说的世俗的价值观念 都在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但不变的是这个人 他其实是有野心 和希望去提升的 我相信你也一样 其实你们是不想输给彼此的一对 再者就是 如果之前有很多问题 你们难以解决 难以去平衡 甚至一些被我遇见的是 三角的关系 事业和情感的抉择 金钱和情感的抉择 我认为这个人 他的想法是 他希望自己有能量 去超越之前的所有阻碍 所有的阴影层面的部分 真正的连结你 正正式的站在你眼前 去宣示主权 他也希望 你们可以通过之前的 一个阶段的历练 都放掉对于过去的执着 因为这边保健一号嘛 我们这边看到的 还有就是死神牌 他希望你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有个别的朋友会说啊 这个人已经离开过非常久 非常久了 那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信号 就是在你们的成长阶段 出现了 彼此 也包括了对于您来说出现了他 对他来说出现了你 都是很好的一个记号和印记 在彼此的人生当中 打下这个标记 是为了在未来 比如说觉醒和蜕变 那个过程当中 真正理解 正确的明确的光亮的方向在哪里 我个别的朋友啊 这个人希望回到你的世界当中 并且希望给予你回馈和给予你offer 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啊 嗯 刚刚我们讲星座啊 星座来讲是水平 双子天平 然后这边有火象啊 射手 牧羊 狮子座比较多一点 看到还有一些被我是悔恨啊 比如说我后悔 没有在当初做诸如此类的选择 我错过了 或者说我失去了什么什么 等等等等啊 有这样的一些信息传来 我终于明白了什么什么 嗯 有这样的信息 还有就是自由的你 为了自己 而美好去生活的你 取得了生活成就的你 依旧如此的美好 依旧在非常生动的体验这个3D世界 然后这股能量其实是我所向往的 所以你其实是他非常好的模范 你是他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说是老师 你是他投奔的方向 嗯 是看到的讯息啊 我们最后看一下这边呢 我们的神域卡 首先刚刚忘记给大家来看啊 这边是看对方身上能量的 我们说他是什么人 他是谁啊 我们在分析的第一层牌卡牌的时候 这边我们看到是ghost 所以有些人他有可能突然的跟你断脸了 有个断牙式的断脸啊 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ghost 有没有一双眼睛啊 蒙在他这个好像是这个白色斗篷背后吗 他的灵魂背后吗 所以他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啊 这个人不管有没有跟你断掉 在网络上社交平台上的这个连结啊 追踪之类的 他会偷偷来去看你的消息 或打听你的消息 他会去揣测和默默的去预测 关于你的一些消息和转变 所以这个人他在心中是关关注你的 还有就是我认为这个人 他在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 所以他让自己化为无形啊 我们说小幽灵啊 很多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人的潜意识 他围绕在你的周围 所以你有的时候会感受 哎 我怎么突然想到了他 或者说哎 我怎么突然梦到了他 嗯 因为这个人他的关注力 他的吸引力法则在你的周围 所以他又有的时候在显化你 但是并不是很明显 他并不是在呃 直线的 一直在做这个显化 更多的时候他会以分散的方式 在你的周围 像风一样啊 形成对于你的一定的关注和影响 这这个人的性格啊 这一还有就是他不太容易言说 他的真心话 心理话 这人非常的聪明 他的顶纶非常的开阔 他有可能读书非常好 他的事业非常好 他有可能非常的呃 拥有气质 或者说洒脱 有他的公众形象 但是对于打开喉咙跟人力去连结这件事情啊 我认为他缺乏一定的经验 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嗯 好 我们下面呢 抽一下啊 就是我们的字卡啊 先看一下 在字卡上 这个人要对我们说什么 最后再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实影 好 第一张 好 我们先抽一下啊 好 第二张 I love you Oh my god Just being near you Just being near you It's intoxicating 在你身边就感觉让人 目眩 目眩神迷啊 感觉跟你在一起是很陶醉的 然后I love you 我爱你 我的天哪 我们看一下啊 说活着的告白是什么 第三张 哎呀 还蛮长的一句话 Internal influence have been affecting my judgment 嗯 它被影响很多啊 外部的很多因素影响了我的判断 I want you OK 我想要你 I love you I want you 跟你在一起 非常陶醉 外部的很多 影响 正在波波及着我的判断 所以我认为你们之间有可能有一些 呃 现实条件的阻碍 那总之呢 那总之呢 这个人他是一个时而清醒 啊 在做事情的时候非常理智和清醒 并且需要去进行决策判断的人 但是在想到你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人还是深深的在被你吸引的 如果随便我他是你的指导灵的话 永远爱你的指导灵在你的周围 并且指导灵给你的信息是 他们在你的周围啊 是他们的爱的体现 责任的体现啊 并且有的时候因为宠爱你指导灵 他们也会做一些波动的判断 但其实在真正的灵魂使命当中 指导灵一直在鼓励你去做这个突破和蜕变 并且你可以去取得属于你的成就和成功 一点一滴的去积累 并且这个成功好像是从小的一步 变成大的一个跨步 然后变成一个很高的台阶 我看到其实第一位牌的朋友 你们在往高处去走 并且你们的个人成长 你们个人的智慧和灵性都在全面的升级 这些升级也在带入你们的智慧啊 你们的丰盛指数啊 你们的感情中的魅力的升级 我感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 这个人他其实是很迷恋你的人 但同时仿佛是无法接近你的人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最后看一下宇宙来告诉我们什么 这边我们抽到的这个月像卡是一张 哦月光小夜曲啊 No light serenade Change your tune OK 新月啊 其实在我们当下 就是新月到来的时候 也就是 哎 我们的农历春节啊 新月已经到来 所以 你在变奏啊 你的小夜曲在变奏 你在变调 所以有可能你对于一些事情的判断 抉择 想法 态度 观念都在发生改变 因为第一组牌的朋友 其实你们身上的风的能量是比较强的 我们看到两个同样的啊 这个月牙的形状 张牌啊 自由代表了你们拥有这个自由去做你人生当中任何的一个决断 并且你眼前所看到的一些阻碍啊消极啊 其实也是我们manifest我们冥想或者我们显化出来的 如果你希望去显化的是顺利啊一条直直的大道通向罗马 我相信你们也有办法去改变当下的一些现状 不管是事业的 人生的 还是情感当中那种阻碍 Change your turn 代表了 你们其实当下可以转变一个方式来看待整件事情 不管是感情的 还是我们所讲的你的这个人生规划方面的 我看到在未来十个月你们的变化会非常的成功 而且如果先被我说我在为了事业情感所迷茫 我在为了我的生活方向所迷茫啊 这个世界上 这个宇宙中有爱你的人 有无限的正在为你去 比如说披荆斩棘啊 你的指导灵啊 你的大天使等等 还有就是希望奔赴你的人 所以不要担心或者说不要胆怯 以你的方式继续前行 我认为你们在这个舞台正中心在被很多人看着 在被爱你的人和被你吸引的人看着 被你的指导灵家族所看着 所以改变你的方式和策略以及一些固定的模式 是可以去打破现状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太阳水平武功 一些朋友你们的感情啊 其实是在这个年度当中在未来会有连结 但是他又他有可能是一个很天王的方式啊 水平的方式 比如说独特的跨越了这个地理的位置 跨越了年龄 甚至是以一些非常与众不同的新方式来进行连结 改变你的方式和策略 你在感情当中的气场也会发生改变 我认为第一步拜托你们非常有魅力 所以你可以去吸引到爱你的人 这就是指导灵要告诉大家的 希望在当下这个阶段呢 送给大家 首先是新年以及情人节最美好的祝福 祝福大家在这个年度当中顺心如意以及感情圆满 遇见这一个或者说连结到这一个跟我们相爱的人 再者就是宇宙祝福大家 也给予大家无限能量去吸引和显化你们的感情生活和美好的 丰盛的三地的生活 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 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 一颗金星符号的朋友们 我们的神语卡都已经抽好了 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 是情人节他要向你告白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像我们告白的灵魂或者是人 他是谁有什么样的特质和能量 那这告白的内容又是什么 你最后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及指引 希望可以帮助要前来这则影片的朋友们 好 那首先呢 选到了金星的符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对应这颗符号 我们的神语卡 偶尔可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 一起来揭晓一下 我们看到是35号 A Long Way Home 美丽的一个一颗氢气球啊 然后当中 就是张灯结彩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巨型的城堡 正在天宫漂浮 当中呢 也有一个毛沟 哎 象征着我们的这个家园 仿佛是在进行着地理位置的变化改变 并且它即将要在某一个地方 真正的落定下来 这可能是一个奇幻的冒险啊 再者就是 这有可能是一个寻梦的 追向梦想的 追向高频率的一个提升的旅程 我们看到有星星点点的能量啊 代表了我们宇宙的天使之道灵啊 自然的光斑的保护 在这个人的眼中呢 首先第二部组牌的朋友啊 你们是很强大的 你们是有一个这个 relocated 就是再次扎根的能力的 因此你们有比较丰盛的 有可能是海底轮 奇轮和太阳轮 这也代表了你们本身生命能量 是比较具有色彩的 那结合我们的现实就是第二部牌的朋友 本身你们的外在形象很吸引这个人哦 他会觉得你的身上 带有一种天然的生命力和活力 并且是非常与众不同 会非常非凡的 第二点就是有一些朋友 这个人他有可能和你隔着蛮远的 一个地理位置的物理的距离的 因为我们看到a long way home 嗯离家蛮远 或者说我们正在远行当中 我们看到啊 这个清晰流的背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 哎在地平线的远处啊 也有其他的正在漂浮的梦想之船 这个人他和你有可能 哎有着一定的距离 但是他在远远的跟你对望着 你们有可能有一点平行的感觉 但是也是相辅相成的 我看到第二部组牌的朋友啊 你们本身其实在最近这个过程当中吧 成长啊生活的历练当中再变得更加强大 还有就是他的心中 有可能会有一种想和你落定的想法 你是他非常理想的人生伴侣或另外一半 有个别的朋友他有可能是你的家庭成员啊 但是今天我们是前任节 我们要看的是告白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跳过步表 35号这个数字 我感觉到在你们彼此的人生当中 最近都在经历着变化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气球啊 它飘在天上 一些朋友你们正在远行 你们正在经历人生的一些 嗯改变 还有个别的朋友啊 其实我觉得你们是很睿智 并且很有保护能力的 因此呢 有可能在这个人的眼中 首先你有你具有非常强大的能量去 为你的人生 导航 你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规划 还有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有梦想 非常闪亮的人 时时刻刻都在产生着不同的变化 你在经历着不同的风景 不同的奇遇 因此在他的心中 你和他仿佛是非常相辅相成的啊 一对英雄配家人啊 英雄美人之类的啊 个别的一些朋友 在这个人的眼中 你有可能已经落定了 比如说你已经搞定了 你人生当中的一些人生大事 你有了你的承诺关系和稳定关系 但他也非常的欣赏你 这是从侧面来看到的 这是我们的主牌呢 副牌呢 我们抽了两张 我们看一下啊 副牌在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看到是7号耶 这边35号 这边7号 这两张牌连接在一起 Pure Nature 自然的美人 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啊 首先你有一个强大的海底伦 晴伦和太阳 就是你是可以grounding 可以稳定你的生活的 还有就是你会有一个比较强的能量 或者意志能量 意志力吧 有个别的朋友啊 其实你有可能是 与强人 或者说你是非常鲜艳的 非常色彩 夺目的 绚丽的 这样的一个存在 很sexy 很性感 以及你 非常的具有自己人生的自主权 主导权 你知道自己的哪里 是非常有魅力 非常吸引人的 你乐意让自己的人生绽放 并且一些朋友 你们处在人生的绽放时期 所以当他看到你 当他眼光投向你的时候 他远远在你的身上 都会找出那种 悸动啊 怦然的心动 悸动 或者说情感上的 生理上的一种冲动 有不少朋友啊 其实 不管你们平时会怎么 打扮自己啊 渲染自己啊 有女生朋友 有可能会化妆啊 会打扮啊 有男生朋友 有可能会 比如说选择不同的装扮装饰 但在他眼中 Pure Nature 自然的你 不吃粉带的你 或者说 他当时看到那个最初的你 就是最有吸引力的 他永远都记得 你的某一个话 你的某一张照片 你的某一个姿态 某一个眼神啊 对他也对他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 嗯 好 很多朋友 他有可能是你在未搬家 没有远行的时候的 这个旧的恋人 或者说之前暗恋你的人 旧的情人之类的啊 嗯 有些朋友就是在远方默默关注你的人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TAROT 卡罗牌给我们什么信息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像我们告白的人是谁 看一下这个信息 好 这边飞出来第一张 TEN OF WANTS 权杖十号 这张牌也要飞出来啊 THREE OF PENTAGLE 星币三号的正位 这边这张卡牌 NINE OF PENTAGLE 星币骑士的逆位 我们这边一张牌 金币国王 哎 这么多金币 第二个牌可能图像蛮多的啊 魔爵座 金牛座 雏女座 看一下啊 这边 SEVEN OF WANTS 权杖的七号 Magician 这边我们看到 NINE OF WANTS 权杖的骑士牌 你看最后一张是什么啊 The Lovers 恋人牌啊 好的 首先这个人的能量 我们也抽了一张 Oracle Clearify一下啊 他的能量 我们抽的是Protection 保护 配上一个金币国王啊 一个保护欲爆棚的人 还有就这个人 他应该是有一定的 社会地位 或者在 他的这个人生成长上 他的事业发展上 已经有了一定的 位置 有了一定的积淀 也有个别的朋友 他在这个积淀的路上 他有可能是一个潜力股 你们之间呢 之前有可能是朋友 同事 同学的关系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共试过 你们有可能一起参与过一些项目 讨论过什么 一起做过一些课题等等 尤其是在 你们都在比较青涩 或正在去攀爬 正在去啊 比如说压力比较大的那个阶段 一些朋友 有可能他是你的同窗啊 你们一起备考啊 他是你的同事 你们一起追项目啊 你们一起开会等等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画面存在 那这个人 他当下呢 有可能 有可能他也在 这样的自我积累的发展的路上 但是他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位置 或者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打下了他的王国 再者就是这个人他在物质上是非常有追求的 有可能他喜爱赚钱 他喜爱三地世界当中的通过这个规则去积攒他的资源 吸引他的丰盛 还有就他有可能是 啊 某一个企业的某一个组织当中的leader boss 领导者呀 或者说主管呢 这样的类型 特别的朋友 他有可能是你之前的上司 或上司之类的啊 嗯 学长啊 或者说前辈呀 嗯 学长学姐前辈呀之类的 嗯 我看到这个人 他首先是一个 在三维的物质世界当中啊 他是一个充满保护欲望的人 保护的是什么 他的资源 他的财产 他的家园 他的安定 所以这个人他对于物质是有追求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类似于金牛座 摩羯座的能量出现 还有就是他对于你有一种保护欲和占有欲 这个是比较强的 你们直接是有定的纽带和连结的 各位朋友 他就是你目前的另外一半 他就是你的约会对象 你的 呃 恋人或者是家属 好吧 嗯 他身上的能量啊 让我感受到 首先你们两个人有可能会有层级上的一些不同 比如说年龄的 参差 有些朋友是 他有可能是你的上级 你的这个学长前辈 还有些朋友就是你们在整个的人生规划当中 他总是在 有可能是看着你成长 看着你成熟和想要去提供给你的 我个别的朋友这是一个大众占卜 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啊 有可能这个信息投资是反的 不过这当中呢 他就有一种保护和被保护从属的一个能量出现 这是一个想要去对你告白的人 那我认为呢 在这个人的心目当中 对你好和对你保护 他有可能就会用非常实在的方式 比如说帮助你学业 帮助你事业 给予你资源 给予你建议等等 或者给你share他的财富 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这个人我们已经找出来 下面我们看一下告白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呢 在他的世界当中 你是一个奇异的魔法师 你好像已经脱离了 他的这个权限范围和制限的范围 走得非常的远 但其实你身上的这种爆发力 这种探索欲望 这种新鲜感和生命力 正是他所爱的 因此呢 他心目当中 你是他永远的恋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他有可能会觉得 我的我当下还不够好 我有可能缺乏了 像你一样的探险意识 或者我缺乏了像你一样的 自信以及生命能量 在我的世界当中 有可能很多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 我有愿都是在去保护什么 我希望在你的面前 我是体面的 我是具有能量 聪明才智才华 可以去给予你很多很多的 但是你总是让我有着很惊讶的 不一样的选择 所以呢 我有的时候会 嗯 有点怀疑我能不能够给到你完全想要的东西 我给到的是不是你希望的 因为你总是有你的方法去争取到 去获得到宇宙以及周围的人 周围的事物 给予你更多的关照 你是天生的幸运儿和宠儿 哪怕有的时候你会故意的去挑战一些很艰难的课题 但在我眼中 你的行为 你的抉择 你的表达都是非常惊艳的 我看着你啊 在去 保护自己 上阵杀底 展现聪明才智和才华 仿佛我能做的就是在这个大后方给予你一种 威蜀感 或给予你一种安全感 给你拖一个底而已 其实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啊 色彩缤纷的选择 这个大千世界呢 其实 有可能是你真正想要去体验 想要去爱的 而我想要的只是踏实和稳定 我能够维护住这些去 以这样的方式享受我的生活就够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在怀疑我和你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 对于这个人生的感受度是不是不一样的 但因为我这种不一样 我和你的身上远远都可以擦出火花 你总是可以让我看到 其他人身上完全不一样的吸引力和魅力 而这种魅力其实是非常震动我的神经的 甚至会撼动我稳定的基础 撼动我一直以来 一直以往的 对于这个人生和这个宇宙的理解和感受 恋人牌啊 我认为你是我永远的恋人 你是我永远喜欢的人 不一定在这个三地世界当中 我们能够啊完全落定 或者说有可能我们追逐的东西和方向是不一样的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 我们能不能够落定这个连结 但在我心中呢 永远都有这样的一个promise 永远都有这样的一份承诺是给予你的 我给予你的承诺是 在你回头的时候我希望在你的身后被你看到 在你去追逐你想要的方向 你想要的目标 你想要去探险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看到我在你身后再给予你安全 给予你鼓励和支持 甚至当你出现的时候 我会怀疑我自己是不够好 我的积累是不够多的 所以我会有可能更加焦虑 更加努力去赚钱 去忙工作变成一个工作狂 因为我希望给你展现出的 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或者说是也是有光芒的 这种光芒跟你可以形成一个映照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信息 在这个人的能量场当中 想要散发给我 这边呢我们看到 Full of Cups 这边是Ten of Cups 出现了圣杯啊 感性的部分出现了啊 我们刚刚看到总之这些很理性的 有点自我保护特质的啊 一些话语 我们看一下感性的部分 他想说什么 圣杯啊 代表的是我们的感觉感受 感知 看一下啊 这边出现Full of Cups 好多圣杯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人 Ace of Pentacles 怎么了一些朋友 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这是一个你曾经的恋人 或者错过你的恋人 他会认为自己没有 Ace of Pentacles 没有一个稳定的 或者说可以去拿得出来的 真正的我们刚刚所说啊 这个Commitment 比如说承诺 表达 能够给到你 所以他心中是非常失落的 他总是会思前想后 能不能够给你这个完美的一百分的 充满着能量的 充满着爱的 甚至配得上你 称得上你的 一份回馈 一份情感和 比如说一份这个生活的环境 他总觉得自己好像 在爱你的背后又有一些东西是 拿不出来 拿不出手 没有能量给予的 我认为这个人在你面前他多有点自卑 所以在他身心心灵的更深的一层 他会非常的怀疑 你是否愿意为他而停留 哪怕他给出他的那一份 有点傻傻的质朴的 或者说呆呆的一份承诺 因为这以外有可能他给你的东西只有这些 不够多 我认为这个人在喜爱你的时候 表现的有点有可能过于的木讷木讷啊 或者说他有可能有一点 过犹不及的感觉 总是在你面前呢 有点手忙脚乱心慌 因为我觉得 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体现 他的欢乐 他的快乐 他的愉悦 他在你身边的这种心情 或者说体现他的好 有个别的朋友啊 你们有可能会想 这个对象他其实条件非常不错啊 优于我等等 但我认为在自己真实的爱的这个人的面前 有的人他有可能所感受到的是一种自卑 这种自卑并不是说自己哪里不好不够完整 而是在能量上是否真正能够匹配 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融合的氛围 或者说我的背景状态和你的背景状态 我的追求和你的追求能不能够融合 我是否能够完全被你接纳 这都是一个问号 所以我看到在这个人呢 他曾经有可能为你喝过酒 他有可能为你非常的苦恼和困扰过 他有可能在跟你离别的那个过程里边 也思来想去是不是能够挽回你和拿回一些承诺 如果这是你的前任的话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依旧爱你 但最后呢 他退了一步啊 因为在金币一的这个部分 这个金币一其实就是一份offer 或他是一个稳定的承诺 这是你们进入家园的一把钥匙啊 或者说他是一个承诺书等等 我认为这个人在爱你的基础之上 他会有一点纠结和犹豫 甚至他会怕是不是你的家人和他的家人 以及你的背景状态和他的背景状态能够完全的吻合 你的身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是他会有点怕的 他会有点担心的 但这也是他在潜意识和内心当中 隐隐约约再去显化和被吸引的部分 因此在感情里面有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这种悸动和这个火花 不一定说的是是否合适 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啊 是否真正的合适融合 就走到一起长久的交往 Queen of Wants Justice 如果你是女生朋友 英心能量的话 她的这个意见就是 我愿意 但是你会不会有一天就飞走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有权杖的 这边是权杖骑士的正位 这边权杖皇后的逆位 是不是有更加合适你 给予你能量的人 就像这张Pure Nature一样 我看这个裙子很像是一朵大大的玫瑰花在绽放 你是否会被其他的人吸引 这么美好的你是否会真正的为我所停留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你们两个人 我看到啊 这是一火一土啊 一些朋友有可能在星座上是可以对的上的 图像星座 金牛座 摩羯座 处女座 这边呢出现的是射手座 狮子座 牧羊座 或者说你们的能量偏向于这一个啊 有一些朋友你们是双子座和天秤座的 嗯 在这一组当中 他会觉得自己和你是土和火的两个世界 而你好像永远都在这个远行的路上 甚至你拥有这个能量去不断的远行 不断的去显化出各种各样的美好 去演变出各种各样新的可能性 而对于他来讲 他的世界一成不变 逐渐的积累变得丰盛 才是他的追求 嗯 因此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耐心去 真正的走到这一步 嗯 好 然后他内群中的希望呢 是什么 Ace of Swords Two of Bandicles 有些朋友你们有选择啊 比如说你面临着两个选择 或者他有可能有选择 或者这是一个多角恋情的关系啊 但是Inaway在这个选择的背后 他 他的 希望是选择爱 Ace of Cups 因为爱而做出一个选择 而不是因为现实做出这个选择 甚至他会觉得 在你的面前 我可以为爱疯狂一下 没有关系 但相反来讲 你愿不愿意真正的为这个爱 去做一个停留 嗯 这是我看到第二排的朋友 比较明确的一个意象啊 还有些朋友 这是一个经济的 金钱观念的 价值观念的问题 对他来讲呢 有一些未来是非常遥远的 但是起码在当下 还能够看到和摸到的 这些部分会让他变得非常的纠结 非常的二元对立 我认为这个人呢 有Ace of Cups And Lovers 这个人是真的爱你哦 嗯 是一个真爱哦 但是真爱的背后我们也要说啊 是不是合适的 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因此呢 这是这个人对于你的表白 他的眼中 你绚烂多姿 还有就是你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 你非常的具有魅力 紧接着就是 正因为这一点 你们两个人当中总有一个人是等不及的 是会焦虑的 是会没有耐心的 或者说你们的价值观念想要去融合的时候 总是会碰到一些 跟现实条件 现实价值观念 相关联的 一些不一样的选择 嗯 所以这是这个人内心当中 真正想要去告诉第二副牌朋友的 嗯 他很纠结哦 其实我觉得一些朋友会觉得 啊我爱的很苦 但我觉得啊 其实站在 这个人的角度啊 他的爱其实也是辛苦的 但我觉得 如果没有辛苦 或有的时候我们讲啊 感情当中如果没有一些波折 我们怎么知道 这是不是真爱 怎么去验证 这件事情呢 嗯 所以我们看一下宇宙 连结这个人 看一下我们的字卡 在告诉我们什么 最后再看一下宇宙建议和指引 先看一下字卡 第二排的朋友啊 这个人想要说什么 你一样的话语啊 跟第一组是一样的 External influences helping affecting my judgment 就是外界的一些影响 它会波及到我的判断 我的判断被外界的一些事物啊 条件所影响了 一张第二张什么 It has always been you 我的选择 我内心中的爱永远都是你 本身就已经是你了 我选的本身就是你了 I wish I could take back my words 我希望我能够收回我的一些话 如果之前他的一些话 我认为这个人嘴是蛮笨的啊 他是一个不太会 讲好听的 或者说起码他不太会正 正确的去表达他的一些 一些想法 一些期待 你们之间的言语是蛮容易吵 就是打架和发生摩擦的 因此呢 有可能你们之间曾经之前吵过架 发生过摩擦 所以有点断裂了 有可能他是你的某一个前任 我认为这个人他是非常爱你的 I am healing myself 我正在治愈我自己 疗愈我自己 或者说第二排朋友 有可能你飞远了 你有可能已经出现了下一个选择 你已经目望 但是这个人在他心中的某一个角度 他没有目望过 紧接着有些朋友 如果是言语上出现过 一些误解误会 他会说一些很生硬的话出来啊 很让人大点眼睛的话出来 这个人在对你说 sorry 我应该收回我的一些话语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话 说这个人好闷哦 我们看一下这个闷闷的人 他想说什么 We both know I am not one for you 我们都知道我不是那个对的人呢 我不是你的那个对的人啊 嗯 为什么这么消极啊 我不能停下想念你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want to be there for you but这张牌是逆位的 我想在这里等你是逆位的 也就是说犹豫纠结中 要不要等你 但是一直在想你 但是我仿佛是错的人 但是我又不知道 我该不该等 但其实呢 还是一样在他内心中的某个角落 他的潜意识范畴当中 这个人是有在等你 或者说思量你 考虑要不要去 比如说一些朋友断联了 给你一个联络 重新的跟你去有所连结 或者说再给你一个真正的承诺啊 嗯 我认为他有可能欠你一个承诺 或欠你一个解释等等啊 第二排的朋友你们可以释怀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 他因为欠你的这一个承诺和解释 反而让自己的能量走得很慢 就他从你们的这个情境和感情里面走出来是很慢的 嗯 但我们也不是故意啊 我认为这是他的功课和课题 好吗 最后看一下宇宙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看到是moonset 月声啊 releasing 释放是一张满月的卡牌 我们看到这个水向大三角出现了 在情绪上做一个释放 那满月呢 是我们的这一年的正月十五啊 下以后看到这个影片的朋友是一样 下一次的满月 你们可以去做一个情绪的释放的疗愈 哎 你们可以跟满月去连结 将自己的情感当中的负面情绪啊 纠结啊 或一些朋友 你们在这个人的面前是非常容易暴怒和发火 为什么 因为他是似是而非的 他可能无法给你一个正确的 不能说正确吧 或者说明确和清晰的答案 总是会让你悬在空中 我认为这个人他真的爱你 但是他有可能缺乏这个情商和能量 去负担跟你之间这个感情连结 所以在月声的时候啊 很多朋友你们记着 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交给宇宙 你们可以写下来 你们可以啊 你们可以通过许愿祈祷的方式去诉说出来 然后让月光让宇宙让我们大天使知道灵将这些负面能量带走 我相信你们有这个能量可以让自己越升越高啊 越来越明亮越飞越远 还有就是这个越飞越远并不是 你们在这个感情当中跟他越来越远 相反 你的闪亮 你的提升 你的生命的能量的不断的扩大 代表了你的波及范围 你的影响能量 你的能量场 这个磁场的变大 你的磁场越是大 越会容易让你周围的人的能量随着你走 这就是一个显化法则 所以第二排朋友 你们其实的显化能力是非常强的 不必伤离别 还有就是离别有可能是宇宙在帮你去重建和重组 你更好的人生的模式 这当中有可能会有新的人和新的情感的涌入 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去看啊 未来我们的新的情感是不是涌入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些其他大众占卜 但我看到第二排的朋友 其实你们的选择是非常广阔的 当然如果是这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他其实想要看到的也是 你也在等我我也在等你 很有可能对第二排的朋友来讲 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 可以说是沟通吧 或者是态度吧 10 of banditles 再帮大家看两眼啊 Ace of bones ok be chariot 现实条件吧 如果现条件允许的话 在今年度当中 一些朋友你们会不联合重新探讨之前的问题 我认为你们的临门一脚是要不要进入承诺关系 如果这是一个暧昧关系的话 你们的关系还需要去发展 需要去培育 但是我看到啊 这一个闷闷的人他在用他的方式爱着你以及给予你他的告白 这是在今天他想要去说的 想要告诉你的好吗 然后传递给第二部组牌的朋友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 首先是一切顺利啊 顺心如意 还有就是开心平安和幸福 那希望在情感当中呢 你们也打开你们的海底纹起轮和太阳轮去吸引 属于你们的爱情 属于你们的圆满美好的情感来到你们的世界 宇宙在保护和祝福大家 那我们现在所有卡牌看到这里 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联解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 选到第三部组牌数字一低功的朋友们 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 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情人节 他要向你告白 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样的人 要向我们告白 或什么样的灵魂啊 他有什么样的特质 那我们也要看一下 这个告白的内容是怎样的 宇宙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 希望可以帮社前来第三组的朋友们 好 首先选择到数字一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Oracle 对应了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 一起来揭晓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50号啊 Observer 观察者 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的头发上 然后再飞出蒲公英啊 嗯 很明显的啊 这个人是长期观察你的人 我认为是一种暗恋的气息啊 还有就是你们之间 有可能有非常美好的一些过往 一些经历经验回忆 会让他呢 时常想要去翻阅一下 如果你们曾经一起拍过美丽的照片 或者说这个人 他会经常去看着你的照片 以及你的社交媒体啊 或社交平台等等 这个50号代表你们的关系 曾经出现过转变 或者说已经迎来了一个阶段的结尾 下一个阶段的开始 我看到这个人 他其实在内心当中呢 还是非常珍藏你们的回忆的 紧接着就是在你们之间 如果发生了一些变化和变革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他和你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创卡牌里面能看 能够看到啊 这一个想要对你告白的人 对你是非常关注以及关照的 嗯 也有一些朋友 他是你的指导灵啊 在你的周遭 在你的能量场的周围 经常给予你非常多的指引和提示 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天使数字 你会看到一些哎 很神奇的言语啊 很神奇的贴文啊 他浮现在你的眼前 你三部组牌 这个要向你告白的人 或者是灵魂 在他的眼中你是 呃 你是非常宝贝的啊 the apple of their eyes 啊 你是他们眼中的宝贝苹果 好吗 嗯 所以能够看到这样的讯息 在这张卡牌当中 这第一张 第二张我们看一下副牌 我们错了两张啊 看到36号 house of flowers OK 充满花的房子 首先呢 我认为啊 这个人他 嗯 他在看着你丰盛和丰收 还有他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和愿景 是期望你好的 所以他对于你是有祝福的意味的 嗯 并不是一个 啊 负面意味的观察 评论 这个意图是非常良好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如果这是你的指导灵的话 指导灵正在保护你 或者说保佑你啊 去进行人生的 进一步的开拓和调整 有可能是对于你的 比如说办公的环境和你居家的环境 正在进行一个能量上的清理和进化 这个卡牌当中 你能够感受到啊 这个人看到你有非常强烈的一种 可以说是扎根的能量和能力 这是跟第二组是有一点点相似的 你的海底轮正在变得更加稳 以及你有可能再去影响你的成功和人生的成就 或者说人生大事的落定 所以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 他有看到你正在影响属于你的成功 成功和属于你的蜕变 你的完整 看到你的内心啊 你的太阳轮是非常丰盛的 所以你经常可以去衍生 或者说呃变化出非常多不一样的创意 然后你的丰盛感呢 可以说是弥漫 弥漫在你所处的这个环境范围空间当中 所以有你所在的地方呢 仿佛永远都有不一样的一种快乐 不一样的一种高频率 有鸟语花香存在 这个人的心目当中 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人缘 非常吸引人的人 再者就是 他会认为你当下的生活状态 应该调整的是非常棒 这个人他对于你有着非常深的一种祝福 就是不管他有没有在你的世界和生命当中 他会期望和希望的是你过得非常不错 好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有可能在这个人的眼中 你当下正在 比如说搞定你人生大众的一些大事 比如说你在 你找到了新的工作 有了offer 你有可能正有了自己的房产 你有可能正在去拥有自己的资格证书 总之他的眼中 你仿佛是正在开始去开拓和拥有着的 好 下面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人他的这个能量是如何的 这个要向我们告白的人或者灵魂 他有什么样的能量 他是谁 先抽我们的这个台来帮大家连接一下 第一张是page of source 宝剑的王子 宝剑的侍从 第二张是 啊 karma 这是一张审判牌 好 你再看一下 7 of cups 圣杯7号 The moon OK 月亮牌 这一组卡牌当中的水能量和风能量是比较强的 水象星座 双鱼座 天蝎座 巨蟹座 这个人我觉得是喜欢你的或当下在明恋着或者暗恋着 一些人应该是已经有这种就是喜爱的一个频率一个状态传递出来 所以应该第三份组牌朋友你们知道哎有一些有些人是喜欢你们的 或者是在观察你们的还有这边有这个是一种暗恋 我认为呢是那种 心中的白月光吧因为我们看到是月光和日时的卡牌啊 你是他心中的月光已经很久了所以他会远远的看着你啊 想得到你的消息啊或者是祝福你 嗯 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信息出来啊 Full of Wands 权杖四号 因为这边有他是你的伴侣啊 另外一半啊 嗯 看一下啊 King of Wands 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牌 这种时间是Emperor in Reverse 国王牌的逆位 好 结合着我们抽到的Oracle 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的能量啊 这边我们调出来两张 一张是Success 一张是Caution 嗯 注意警觉以及成功 首先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啊 首先啊 第三个牌的朋友 这个人身上有着属于他的一种魅力和神秘感 我认为这个人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偏向于艺术啊 或者说 他的这个审美 他的风格 画风等等 其实是 看起来比较具有他个人的风格 魅力啊 有着这种天蝎的特质在这当中 这种人呢 在内心深处是比较确定你的 选定你的 或者说他认为和你之间有着 不同寻常的缘分啊 你们两个之间有可能是一个 业力的缘分 比如说前一世 就是彼此的伴侣 就在彼此的周围 或者说 呃 很多是你们都在彼此的生命当中围绕 因此呢 他在见到你的第一面的时候 就会有非常特别的感觉 我看到这个人 他其实一直在显化你 所以说呢 他经常会 有可能是通过想到你啊 通过许愿的方式啊 让你去在梦中 或者说你们在梦境当中会感受到对方 你有可能见证了或经历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些巨大的改变 比如说呃 毕业 然后进入工作 或者说你们有可能呃 陪着彼此啊 他有可能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些重大的事件 家族的呃 事业上的情感上的 所以他心中你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但这个位置呢是阴性的 所以我认为他有可能不太容易去产生一个极其明显的告白或活热的追求 在他内心当中 始终会把对于你的感情放在一个非常深的位置 而且是非常重视的 而且他自己呢并不是不知道啊 比如说 我在一个人我关注一个人是我不知道的 在最关键的时刻我才发现哦 失去了方之 悔恨 他呢是非常明显和明确的知道你很特别 你很重要 他需要你 哦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个别的朋友他和你有年龄的差距 或者说在地理位置上有一定的差距啊 这边年龄的差距和背景差距是有的 还有些朋友我认为这个人他是你的知道灵 可以说是每一生每一世都在你的背后 陪伴了你的各种各样的成长和人生经历 因此呢他会去陪伴你人生的成就和给予你更多幸福的成功的机会 他也会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予你提醒 比如说提醒你哎 这个这件事情要不要去做 你有可能会突然的产生某一种第六感 第六感应或者说对于未来的一些预见性啊 这是指导灵带给你的 我看到在这个灵魂和这个人的身上 他会有一种先天的保护欲望啊 所以说我们说水像是比较重的偏向阴性能量是比较重的 直觉力感染力啊 艺术的感知能力 还有就是一些预知能力啊 这个能力有可能来自于他的第六感 他也有非常强大的保护灵在周围 然后我认为他在遇见你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 第六感 就是这个人是非常特别的 我需要去接近他 他就是我想要的 有个别的朋友如果现实条件并不允许的话 他有可能会一直隐藏这个想法 默默的在你周围有可能成为你的好朋友 成为可以去参与到你人生的某一个分子 但是我认为他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啊 这个私心并不一定是我要去影响到你 我要去改变到到你 或者我要去对你的某一些决定和策划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改变等等 他希望的是他的私心是能够在你的周围起码能够看着你能够守护着你 好是这样的一股能量 对方呢身上是风和水的能量是比较强的 我们刚所说这个水象星座 以及个别朋友说风象星座啊 水平双子天平的元素在他的 呃星盘或在他的个人能量场当中好 我们分析完了啊这个像你告白的人他要告白什么 我和你本身就是一体的我个别朋友这是你的twinflame出现了啊 哎对忘记带给大家这个信号了 这个要跟你告白的人或灵魂他是你的twinflame也是有可能 对有一半的朋友啊或者说三成左右的朋友 嗯 我们永远都是一体的 所以我和你在用不同的方式体验这个人生 其实不同的方式所以我和你做事和考虑问题 啊 甚至价值观念可能会出现两极的一种极端的分化 有的时候在你面前我也会产生一种迷茫是我是否是对的 但是我永远都不会 让我的色彩暗淡 因为这样才能够和你去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连结 我们的存在都是有意义和有道理的包含了我们经历的一切 也包含了我和你要去经历的一切 不管是聚合还是分离 在这个宇宙当中首先我们都是一体的 所以你的体验和我的体验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我当下在度过一个非常艰难的业力课题 有可能是关于我的野心我的欲望 我的人生发展甚至是要突破 和穿透我的人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和阻碍的 但是我不害怕 我认为你也是一个无惧无恐的人 所以我们两个人的 感受我们两个人的经验才能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原型 在我的灵魂的界面和能量上 或者我的这个认知上我永远都知道你的存在是如此的特别 所以我会把你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 有可能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契机 去研说出我们的心声甚至是匆匆一面就过去了 但是你留存在我心中非常久非常久非常久的时间 我会一直想要在你的身后去守候你 有可能你会觉得我在3D世界在现实条件当中有可能并没有给你什么 但是我的能量我的关注 我的这一股 显化的信号一直在你周围 所以他会给予你 能量 给予你信号 也会给予你一种声望啊 是望起来你的这股火焰 你的觉知和你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 然后我非常的尊重你 但同时在3D世界当中 我的追求我的野心也没有止境 有可能在遇见你的时候我并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但我想告诉你 我绝非如此 我绝不是仅仅于此的 在内在当中 我也正在去爆发出属于我巨大的一个 能量状态 我和你啊 就是不管对方是男性能量 女性能量 阴性能量 阳性能量 我和你一个是来自月亮的 皇后一个是来自 太阳的地平线上的国王 有可能太阳和月亮啊 本身就是闪烁在天际上的很难相见的 但彼此又在相互的照应 因此在什么时候 如果你需要的时候 要相信我就在你的周围 还有就是在现实条件当中 或者说 在我的家族 我的长辈当中 啊 我有深刻的业力 问题需要去挖掘 和解决 所以这有可能也是我的阻碍之一 有可能是我的个人判断的偏颇的来源之一 但在我的心中你永远都是我的另外一半 相辅相成的 我们是可以成功的啊 在这个CMD事业当中 但对于我们的感情来讲 有很多时候 有可能我的选择是先要去追寻我的梦想 现在去解决我的业力问题 我相信你也一样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相互守望 然后我的这份爱 他不是 没有来由的 没有落定的 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守望的范畴 在我们的经历 在我们的连结 在我们的 相互 祝福和期待的这一个 界面当中我们永远都连结在一起 我们时间有可能经历过一些业力的课题 有可能我曾经迷茫过一些选择 或者说我们在一个不对的时间遇见了一个完全对的人 但是在宇宙当中 没有这个不对的时间的 定义或者是解析 我和你在对的时间 相遇是因为在那个对的时间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和你就这样出现在彼此的生命当中了 不管我留给你的是 什么样的痕迹啊 有可能我也因为我的霸道 我的猜忌 我的专横 甚至是我对于 人生选项的游移和摇摆让你伤心 但不要忘了我的存在也是你的课题之一 就像你来到我的世界给我的一样 我认为我不够好 不够匹配你 但是 无论怎么样都不会 停止我成长的脚步 我向前探索的脚步 我要实现什么 我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欲望和动机 有可能这是前一世遗留的课题之一 但是朝着我们彼此想要的方向去走 如果这是一条对的路 我们总会相遇 看一下啊 还有什么信息要给到我们 我认为这个人的灵魂非常的powerful 很有能量 还有就是他会有非常坚定的意志 他会有非常坚定的 他的抉择和他的打算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完全流于情感的 虽然我们就看到很多水像的信息 他知道爱 他有爱 但是他不是一个完全 我只是为爱去沉溺 痴狂的人 我认为这个人有非常明显的明确的 他的目标和价值观念 而且不容易被撼中 不容易被问任何的外力所撼中 看一下Aid of Swords 还有什么信息要给到我们 我们要遮挡一下 我们要遮挡一下 好我们其他的卡牌来遮挡一下 星星牌的逆位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Aid of Swords 权权8号 好这边出现了Five of Bandicoats 我觉得他好像 没有更多的话想要讲 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确定 未来他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范畴 不过我认为他在追求的是成功 个人的成功 当下有一些现实的阻碍 甚至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卡住了他 让他总是有一种在3D事业当中 骨梗在喉的感觉 他希望的是能量可以一泄千里 他可以很快的去追寻到 属于他的成功和成就这个人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人 再者就是 他希望跟你是两相奔赴的 他希望奔赴到你的世界当中 那当下这个阻碍是他必须要去突破的 甚至是他个人的 这个课题 要求他必须要去独自突破的 所以跟你之间的这个连结 能不能够完全去达成 这个是他未来的 可以说要依赖未来的自己 未来的他 如果你们当下已经在这个关系当中了 这种想对你说的就是宁愿都是我的家人 我的 牵绊呐 或者说我的一部分 因此 他会用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到你希望的 但是不可以要求他去进行什么样的改变 因为我就是我 因为我爱的你就是你 所以我就是我 我们不会为彼此去发生更多的改变 产生更多的改变 所以有的时候有可能我会让你失望 或者说 我也不知道我能做的更多的是什么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的行动 这代表了一切 我认为这个人是对你会有行动的 再者就一些朋友啊 如果你们现在是断联的状态 你如果是分手状态 你的出现激发了他 3D世界当中成功的成熟的欲望 所以他其实有可能正在去让自己 充满了斗志 去挑战他的 一些成长的课题 事业的课题 学业的课题等等 他希望展现在你眼前的是更好的他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是一阴一阳 一动一静的 是非常传统的 Twinflame 创生火焰 你的能量非常的互补 还有就是你们之间有天然的吸引力 而且这个吸引力永远都存在 所以想到你的时候 他首先永远都会感受到一种 归属感 幸福感 还有就是拿着带着这种幸福感 他所做的并不是要投入 激情的疯狂的爱情世界当中 他要投入的是灵魂的成长 是在他这个 是在他的事业当中 他所做的个人的伸展和个人频率的提升 我认为你们的出现首先已经成功了 已经成功的叫醒了对方觉醒了 起码你们当中有一个人 阴性能量的朋友吗 更多 在觉醒或者说来听大书占卜的朋友 你们在觉醒 在这个觉醒的背后 他也在改变他的价值观念 或随着你的觉醒 他也在进行他的改变 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但同时这是连带的 这是同频的 是共识的 所以呢能够看到这个人他现在对于自己的人生啊 评价并不是特别的满意 或者说我是特别的成功的 但是我的存在应该是以成功 为基准点 或者说本身你们就是男神和女神的存在 神的存在 所以本身你们在显化的 在去计划的是非常大的 一个格局的 呃 事物或人事物吧 因此我看到这个人他正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奔赴 有的时候他在提醒你啊 就是他会给自己很多警醒吧 比如说 我为了成功 我应该多做一些什么 或他是一个成功欲望比较强 他的太阳轮 他的旗轮正在打开的一个过程当中 或形成那个过程当中的 这个人 这个灵魂 我们看一下卡牌啊 想跟你说的是有可能我们的 这个 我们之间在暂时分离啊 我们看到是 king of cups page of cups coin of swords 或者说你在把我驱赶出你的世界 而且朋友你们有可能主动跟对方断脸 或者你们的价值观念 可能有一些摩擦冲击 在他的心目当中啊 我们的话筒刚刚没有电量了 所以我们继续啊 这样的录制啊 希望声音不会被影响很多 啊 这个人在心目当中期待的是 跟你真实的在爱的层面啊 宇宙的爱的层面的一种连结和交流 所以你们的相遇其实是在教对方如何去疗愈你们心中空缺的部分 如何去信任爱 并且呢 跟他之间我认为啊 很多事情是需要一些磨合和需要 你们内在的 转动和变化的 因为这才是你们相遇的意义 有不少的朋友啊 我认为 他和你希望用的方式就来自高我的声音是 希望用的方式是宇宙的爱的方式来去浇灌你们彼此内心当中 各个部分的缺失吧缺漏吧 或者说是阴影 只有这样的爱才能够让你们在屡生屡世的轮回当中去洗涤这些尘埃 如果是小我的爱的话我们就会有嫉妒有执着有争执 甚至是会有在情感当中的彼此伤害 而他真正看到你的其实是跟他一样 渴望着宇宙的爱 渴望着源头的爱 渴望着合一的爱这样的一股能量 我认为其实呢 他和你都在这个去 深一步探索的旅程当中 因此在未来有可能你们之间还会有不一样的课题给到彼此 如果他已经和你走到了一起 你们之间也会有很多磨合 但无一例外的是 很多第三组的朋友不管是分分合合 还是说当下你们已经因为过度的疲惫和 业力当中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让你们已经想要在这个感情的战局里面退后了 他希望的就是希望将这个爱的信息传递给你 不管在三立世界当中我们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抉择 好 最后再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话语要告诉我们 有个别的朋友我认为这个人他是你的一面镜子 可以照到你们彼此内心层面的特别是对于感情需求上的 从原生家里到我们灵魂深处的各种各样的形态 这里边我们可以查到我们的缺漏在哪里 比如说是不是我们没有安全感 是因为来自于我们灵魂深处的缺失 或者说我们对于爱的要求 就是有各种各样 每个朋友不一样 但是不是对于每一个某一个方面的苛刻来源于我们内心当中的 缺漏 这边是一张月亮吗 我认为你们是可以形成共感的 甚至你们呢 其实是很多时候在灵魂的界面上会产生相互的沟通 但是我们醒着我们在三立身上醒着我们就是三立世界当中的人 我们有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姓名 因此呢 我们就用 觉察的方式去进行这个察觉不漏和疗愈就可以了 最后再看一下 这个人想对我们说什么 i dream about future with you 我正在梦想和期待着跟你有一个未来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好 do you love me the way i love you 你会像我爱你一样爱我吗 这是第二点我们再抽一下有什么样的卡牌要告诉我们 好 i love i love you 第三副牌的朋友这个人爱你 起码在灵魂的层面上他是爱你的 我最后这边飞出来一张牌 好 it has always been you 我的选择或者说这一个人我心里的人一直都是你的 好 这是给第三个牌的朋友的讯息 然后我感觉到在这个你们的感情课上 有可能不同的朋友你们影视出的是不同的课题 但是我认为如果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主题是告白的话 我们简简单单就把它的告白 放在哎这个桌面这个台面上 然后这个信息送给大家 希望第三副组牌朋友首先肯定如果这个人你可以去确定和肯定到是他的话 这个人他在肯定对你的爱 这个是不不不需要存疑的 简介就对于未来 我们迎接未来之前首先就是需要对于我们个人 我们自身的能量进行一个深度的疗愈 我认为他知道你在爱着他 他也知道有可能你们之间有这种相互等待 甚至是有着相互错过的相互冷落的一些元素 不过 在灵魂的界面上 你们的爱在被彼此确认和肯定也在被彼此很真诚的传达着 希望能够将这个信息带给第三部组牌的朋友 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 好我们抽出是一张月像卡 我们抽到是new moonbeginnings 你们的一个cycle已经过去了 感情的循环不管是跟他的还是自自我的自己的 你的一个情感循环已经过去了 我看到第三部牌的朋友你们抽出的卡牌其实是一种成功 哎成功的斗智 还有就是来自于太阳轮和奇轮的能量让你们可以一切千里可以让你们更加稳定 甚至动用你们的智慧去解决人生当中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 所以对于第三部牌的朋友来讲你们已经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看到你们在走向一个成功的路上 还有就是你们的 海底轮奇轮和太阳轮正在散发一种光芒 去在这个三 d 世界当中创造非常多的丰盛 我看到第三个牌的朋友你们是非常拥有魅力的 所以去连结这个新月啊我们的新月在新年啊农历新年的时候已经到来这边我们看到有两只虎这边我们看到有 有狼的信息啊 代表了你们的指导灵甚至动物指导灵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在给予你们非常 深厚的能量 深厚的能量让你们去积累 信息去集结这些解决问题的方式 并且可以一泄千里的影响成功 第三部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在这个年度当中事业上和个人的成就上是非常容易取得 成就的还有就是新的一轮 开始已经到来了 无论你们想要去显化什么 甚至是你们的个人魅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所以我看到啊你永远是对方事业当的主角或者是女主角男主角再者就是 不需要去更多的试探更多的猜测了 这个过程我认为已经可以过去了 现在是可以去确定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当然了这个问题有很多朋友我认为啊 对方的问题是有可能他当下的人生课题成长问题 而我们这一边需要去做的是一种个人能量的积淀和爆发 那对于第三部牌的朋友来说你们的爆发期和业力的平衡期 可以说业力的平衡期和我们的课题已经过去 而面影响我们的我认为在未来的一个月过后啊 应该会有一个能量场非常强大的爆发 比如在事业上迎来机会呀 在情感生活上迎来 比如说感情上好的发展桃花好的对象 还有就是你们站在舞台的中心 所以你们可以去决定 穿过这个灵魂的深夜 伴着淡淡的月光你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爆发你们个人的光芒 甚至像太阳一样明亮啊 迎向你们的彩虹 好 那直到灵眼再来去提醒我们啊 我们有可能有一些缺漏需要查一查 这个缺漏是什么 比如说在 能量场上 在我们的情感上 在我们的判断问题的方法上 在性格上 我们需要查缺不漏一下 我觉得有缺漏其实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有缺漏才能够让我们有能量去 或者是有这个注意力 去真正的进行灵性的探索 而不是只是这沉迷在三迷是三地世界当中 所以第三我排的朋友 加油宇宙正在给予大家非常强烈的一阵鼓励和支持 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在新的一年当中顺顺利利 还有就是你们的疗愈也即将完成 情感当中如果迎来一个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单元的话 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可以去 再度的将感情的这个篇章重新的书写 你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 因此也祝福大家情感顺利和圆满 将这一份告白带给大家 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 非常感恩跟第三部组白朋友监约的连结 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开心平安幸福以及顺利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